在两湖论坛期间 杭州市纪莲华超市 特别在最显眼的区域 设置南投农产专区 大力行销南投的蔬果 林县长也特别前往了解销售的情形 同时也感谢杭州台办的鼎力支持 第八阶的两湖论坛在杭州训练展开 期间杭州方面会要协助南投县的农特产销售 对于在当地冷潮汹游的 市纪莲华超市设置南投农特产专区 以推销各项升星及加工蔬果 县长林明珍也特别拨出时间 前往莲华超市了解贩售情形 林县长表示 南投县与杭州因为西湖与热潭的关系 两国路台已经进入第八阶 双方也建立融合的感情 这次杭州方面也识助我们 到当地来促销南投的水果 包括升星 瑜伽工能特成 我们南投县跟杭州 因为有瑞坛跟西湖的关系 我们在两岸杭州跟南投县都有两国论坛 因为已经第八届了 所以我们杭州跟南投县都有深厚的感情 尤其我们南投县的县民还有我们南投县的一些社团 还有农民还有就是我们这些产业跟我们杭州都有密切的关系 大家互相往来十几年了 尤其在干部跟我们南投县的乡镇这方面的人脉的交往都非常的弱弱 我们每年都有举办一次这个杭州这个两府论坛 因为已经十几年了 所以大家都非常的有感情 那么我们也在利用这个机会 我们国台办还有我们杭州市政府都协助我们来促销南投县的农透产 那么南投县的农透产相当的多 还有加工的 还有新鲜的水果 像我们这次信力箱的这种连路 你看现在这个季节有连路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么这个连路在我们新鲜当地这个销售成绩就非常好 而且我们把最好的这种连路水果送到我们杭州联法超市来这边来行销 我们是希望两岸都是一家人都是血脉相连的 语言相通的所以我们就能够把南投县最好的水果 南投县最好的茶艺南投县最好的品牌的这些农透产都能够到我们大陆 销到我们大陆来共享 所以今天我们国台办特地找这个联法超市 两个目标最明显最能够引人注目的地点来摆设 我们南投县的这些农透产 这次茶叶展售的农透产品总力相当多 包括有连路、茶道号的葡萄柚、凤梨及茶叶等 每样都是南投在地的特产 当年民众对远从台湾到杭州来销售的农产品占不绝口 尤其以茶叶及连路最受到民众的喜爱 林县长也希望杭州的消费者能多加支持南投的农产品 当两地的吉茂瓦雷能更为明切 我们的独特地请也订阅 我们的独特地请也订阅 对视频 独特地请也订阅 首先现在想和独特地出店 我们的独特地请也订阅 那么快乐 所以我们的独特地关节